婆婆送给她一件礼物 可礼物却是一条做家务时才穿的围裙 她不敢表现出不喜欢 只能强装开心地对婆婆道谢 早饭过后一家人在客厅看电视 她穿着婆婆送的围裙 一个人在厨房洗着碗 洗菜时丈夫走过来想帮她分担 一旁的婆婆却阴阳怪气地对她说 她和丈夫原本打算上午回家 可临近出发时 大姑姐一家来了 婆婆去了客厅招待家人 她只能独自在厨房准备午餐的饭菜 婆婆让她做一些面饼招待大姑姐 大姑姐本来想自己动手 却被婆婆阻止 此时是春节 可面前的其乐融融 似乎与她一点关系也没有 突然她扯下围裙 转身对婆婆说 所有人都不明所以 因为她此时说话的样子 好像是变成了她的母亲 丈夫急忙抱起孩子 拉着她逃跑式地离开了婆婆家 她不知道 她已经患上了 产后抑郁引发的异想症 她会偶尔以别人的身份说话 但在每次发病后 她又会忘记发病时的事情 她的异想症断断续续持续了半年 可丈夫却没有把这件事告诉她 志盈是一个全职妈妈 她的生活和大多数家庭主妇几乎一样 她的生活是洗衣做饭 是打扫卫生和带孩子 可是在韩国 她这样的家庭主妇并不招人待见 她只是带女儿去公园晒太阳 远处却想起了上班族的闲言碎语 她在餐厅不小心打翻了杯子 围观的年轻人会说她是妈虫 而所谓的妈虫是寄生在家庭里依靠老公养活的女人 每天傍晚在家带孩子的她会在阳台上看夕阳 只是不知道为什么 每次看到夕阳时她都会感觉心里空荡荡的 她时常感到手腕酸痛 但去医院看病时却会被医生说闲话 丈夫大贤很心疼她 也趁机提议这次春节不回老家探亲了 因为丈夫心里清楚 一旦回老家志英就会有一大堆家务活要做 然而志英却拒绝了大贤的提议 他们去了大贤的老家釜山 如大贤所料 刚回家没多久 大贤妈妈就让志英包饺子 大贤有试着提议去餐厅吃饭 可她的妈妈却拒绝了 丈夫在尽力减轻她的家务活 志英只能用眼神暗示丈夫不要让她难看 她不想被别人说闲话 也想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儿媳 直到她一个人在厨房忙碌 直到婆婆让她给大姑姐做面笔 她脑子里紧绷的闲突然断了 她的意想症也在那一刻发作 从釜山回来后 大贤小心翼翼地建议志英去看精神科 想到丈夫或许是在担心她的产后抑郁 她接受了丈夫的提议 但是去了医院后 她得知仅仅是检查费用都要35万韩元 她不愿意浪费丈夫赚的钱 只能选择放弃检查 在回家的路上 她遇到了一个刚参加工作的女人 看着女人意气风发的背影 志英想起了当年的自己 那时候的她也是刚参加工作 那时候的她为了自己的生活奋斗着 她进入了一家大型广告公司 也是里面最优秀的新员工 她写的广告文案几乎完美 她的上司也会对她赞不绝口 可是在升职时 升职名单里却没有她 名单里全是男员工 但那些男员工的成绩全都没有她出色 她以为是上司金组长给她穿小鞋 然而金组长却对她很诚恳 公司要组建一个长期稳定的部门 所以会优先考虑男员工 你以后要结婚和生孩子 这些事情肯定会影响工作 我经历过这一切 所以在选人时才会有顾虑 正如金组长顾虑的那样 志英在结婚后辞去了工作 刚生下孩子的那几年 她每天的生活是带孩子和做家务 如今孩子到了上幼儿园的年纪 志英心里产生了继续工作的想法 在路过一家面包店时 她看到那家面包店在招兼职的收音员 晚上她把这个想法告诉大贤 但大贤却没有同意 大贤知道志英得了病 也知道收音员不是志英喜欢的工作 志英想多说几句 大贤却突然生气起来 志英只能放弃劝说 默默继续做着自己的家务 大贤吼完就后悔了 她向志英坦白自己不同意的原因 你大学的专业是国文 你的梦想是写小说 而不是去卖面包 我不能接受你去做不喜欢的工作 而且你的身体还很虚弱 大贤的解释很苍白 她最终还是没有勇气 告诉志英一想正的事情 这天晚上 从不喝酒的志英突然喝起了啤酒 大贤走过去对志英道歉 可志英这时却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 미안해 야 정대한 요즘志英이 많이 힘들 거야 저때가 몸 편해져도 마음은 초급해지거든 잘한다 고생한다 고맙다 자주 좀 말해줘 志英离开后 大贤不受控制地哭了起来 志英又发病了 这一次志英变成了她死去的闺蜜 志英的闺蜜在去年去世 死因是流产导致的意外 这天以前公司的同事找到志英 和她说起了公司最近发生的一件大事 公司的女卫生间被保安装了针孔摄像头 保安把照片发到了网上 公司的男同事发现后并没有报警 反而在私底下相互转发 在经过公交站时 志英想起了自己类似的经历 那时候她正在读高中 她坐公交回家时被一个男生尾随 男生跟着她下了车 她害怕地不敢回头去看 幸好当时一个好心的阿姨下车救了她 脱离危险的她只能蹲在地上哭泣 然而父亲知道这件事后 不仅没有安慰 反而开始责怪志英 父亲责怪志英不该穿太短的裙子 责怪她不知道主动避开那些人 如果被坏人盯上 那一定是她自己不够警惕和小心 一直以来 志英的弟弟就得到了父亲大部分的关爱 在志英小时候 父亲去英国出差 会专门给儿子买英国的钢笔 但父亲送给两个女儿的礼物 是在韩国机场随手买的作业本 那时的父亲没觉得不妥 那时的大部分人也都觉得这样做很正常 这天大嫌要去外地出差 志英也带着女儿去了娘家 在娘家的客厅里 她想起了自己的小时候 那时候志英还是个小女孩 妈妈也像志英照顾女儿那样照顾着志英 妈妈年轻时的成绩很好 妈妈当时的梦想是当老师 但是为了供四个哥哥读书 妈妈被家人安排去采缝刃机赚钱 画面闪回志英醒来时妈妈就坐在她身边 志英想帮妈妈做饭 可妈妈坚持不让她做 志英感受着妈妈的温暖 也感受着妈妈曾经放弃梦想时的无奈 她知道没能成为老师 是妈妈心里埋藏多年的遗憾 如今她不愿再走妈妈的老母 从娘家回来后 志英收到了金组长的邀请 金组长从原来的公司辞职了 她自己开了一家小型广告公司 金组长知道志英的能力 她想邀请志英加入她的公司 志英当然愿意加入 可是她又开始担心起来 她已经离开职场好几年 如今她不确定自己 还能不能适应职场的节奏 这种没自信的感觉 就如同当年她大学刚毕业时那样 那时她不停地投简历 却没有一家公司接纳她 父亲当时训斥她 让她别再找工作了 父亲让她好好在家里待着 然后找一户好人家嫁了 她不敢反驳父亲 可妈妈却生气地拍着桌子 就在妈妈教训完父亲后 志英接到了电话 电话是大型广告公司打来的 志英顺利找到了工作 志英的第一家公司就是大企业 当时全家都在为她高兴 回想起那时的激动 志英再次找回了勇气 她接受了金组长的邀请 走在路上也终于不再像以前那样死气沉沉 她把这个消息告诉出差归来的大贤 也对大贤说着自己的计划 她打算全职上班 用自己上班的工资给女儿请一个保姆 听完后大贤也很支持 嘴里说着你能开心我也会跟着开心 志英开始在小区宣传栏里贴保姆招聘广告 也一边在网上发布招聘信息 但是过了很久 他们依然没有招到保姆 最终大贤主动提出 她决定请一年的育儿嫁在家带孩子 她说自己可以带一年孩子再复职 等一年后就可以把女儿送去托儿所了 志英很高兴也很感动 她知道在为婚姻牺牲的并非自己一人 她的丈夫也同样甘愿为她付出 在那之后 志英开始为了重回职场做准备 她开始重新看书 重新学习广告文案的优秀案例 但有时候婚姻不是夫妻两个人的事情 而是两个家庭的事情 这件事传到了婆婆那里 志英等来的是婆婆的坚决反对 婆婆一边责骂着志英 一边责怪志英耽误了大闲的前途和发展 骂完志英后 婆婆又打给了志英的妈妈 婆婆坦白地志英得了一想争的事情 让志英妈妈去劝志英放弃上班 上班的想法遭到了婆婆的反对 志英再次变得死气沉沉 她的心情跌入谷底 她仿佛再次堕入了无边的黑暗 当妈妈急匆匆赶过来时 志英正一个人坐在沙发上发着呆 志英疑惑着妈妈为什么突然来了 而妈妈解释说只是顺路过来看看 妈妈说她会过来帮志英带孩子 妈妈支持志英出去工作 妈妈叮嘱志英要好好吃饭 要每天过得开心 志英想起了妈妈年轻时赚钱 供四个哥哥读书 结婚后又养大了他们三姐弟 如今妈妈已经年老 却还要帮她带女儿 想到这儿 志英的意想症又一次发作了 只不过这一次 她把自己幻想成了已经死去的外婆 我们看到 为什么 志英俊啊 그러지마 그러지마 네가 그 꽃다운 나이에 오빠들 뒷바라지 한다고 청계천에서 미싱 돌리고 我害羞了 我 ia把他买到 我又要把她买到 她会把我爱输了 真的 我和你太乱了 我好像很可爱 我好看 我把你拿着手拿着带来 我太太太看到了 但我可不可以抱怨 我可不可以帮我 我可不可以抱怨 只要辛苦了,我都知道了 我肯定了,那我肯定了 我的生命 我去吃 我去吃 是我 之后 志英决定放弃出去工作 他把这个决定告诉大贤 大贤也只能支持他这个决定 大贤让他先休息一段时间 但是这句话刺痛了志英 因为志英觉得 带孩子和做家务并不是休息 他们吵了起来 无奈之下 大贤只能告诉志英他得了异想症 志英并不相信他得了病 直到大贤拿出了志英发病时的视频 那是志英第一次发病 志英突然用婆婆的语气和大贤说话 看完视频后 志英终于明白大贤以前 为什么总是让他去精神科检查 此时他也终于明白 这段时间感到疲惫的从来不止他一个 选择隐瞒病情独自承受的大贤 或许要比他更加痛苦 最终志英去了医院开始接受治疗 他的丈夫休了一年的育儿假 开始在家照顾女儿 在治疗的那段时间里 志英把自己的经历写成了小说 一年后 他收到了出版社寄来的杂志 上面刊登着他写的小说 用文字谋生是他的梦想 他终于在三十多岁的年纪捡起了曾经的梦想 这是上映于2019年的电影 电影名为82年生的金志英 这个故事的结局很美满 但现实往往不是那么美满 电影在上映之初 就遭到了大量韩国男观众的抵制 韩国男人指责他宣扬女性主义 指责他过分强调女性的弱势地位 但我看到的是这部电影想表达的另一面 它有关于全职家庭主妇的生活困境 也有关对韩国社会重男轻女思想的探讨 结婚和生育似乎是大部分女性不可回避的话题 为了家庭放弃追求自身的价值 似乎是大多数已婚女性的最终选择 全职家庭主妇想要突破困境 需要多种力量的合力推动 这种力量来自于社会观念的转变 来自于老一辈人固有观念的转变 来自于长辈和伴侣的支持 也来自于家庭主妇自身为了突破困境做出的努力 这部电影也让我看到 重男轻女思想依然在韩国社会存在着 有时候存在并非就是合理 我坚信着这种落后思想会有消亡的一天 每一个为了生活和梦想而步履不停的人 都值得被身边的人尊重和公平对待 无论这个人是他 亦或是他